在我们的消除的时候再说一遍 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应当解封 有4.1G 第一点 我们小区连续三天没有任何良性 即使根据昨天晚上发的通报 说连续三天没有良性就会解封 我们也应当解封 昨天那个通报以及任何国家文件都没有收到 以社区为单位集体公共 而不是以小区为单位 就是任何国家文件的依据 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国家久不准第一条 不准将防控范围从中高风险局限制扩大了 我们新安街道的高风险局中风险局早就已经确定了 两天前病害保安就已经发了 对吧 我们小区不是中风险国际关风险 又没有病例 没有依据再继续公下去 就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官方渠道低海保安曾经发了 要公共三天的下一个通知 零时 零时款控的通知 病害保安发了 但是 他说的是 昨天二十二点就应该解封 对吧 但是之后 病害保安没有再发任何通报 说我们应当继续解封 和继续公共 所以官方渠道 没有继续公共的通报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我们已经在网上看到了 有别的视频 翻身社区 也是有病例的社区 但是他们的书记给他们承诺 没有病例的小区 今天过后 大山无影阳静 就给他们今晚二十四点解封 这是我们要求解封的一纸 并且我们的底线是 最晚今天二十四点 全部解封 吃完了 我听到了 那我去打个电话 回顾大家好不好 好 大家 大家 对 反正再次一个也是 肯定是 你先电话就来 对吧 就说你现在可以上班了 只要没有养生案例 全部的意思 你们发动大家 都做好事 好不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